大家好 我是自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的產業分析師盧冠雲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如何從疫情口罩的販售觀察 通路在數位轉型上的潛力 首先在疫情一剛爆發的時候政府宣布說 口罩禁止出口優先因應國內的疫情需求 那另一方面政府也就是為了避免說口罩可能會 民眾可能會在囤積口罩或者是封牆口罩的情況 所以也進行了統一針調和統一售價的政策 那麼在統一針調的政策之下呢 其實口罩的產製過程會以一種just in time 也就是即時生產模式的方式運作 當口罩被製造端迅速製造出來之後 就會被迅速運往零售通路端 那麼負責儲存口罩或者是庫存的零售通路端 它除了要管理庫存 它也要面對一般消費者第一線的互動 於是對於於是如果運用一些數位科技能夠增加口罩 這樣的物資能夠更順利更有效率的分配的話 那其實是一種非常好的選擇 當年後其實口罩產能無法因應民眾大量涌現的需求 於是形成了很多亂象 那很多排隊民眾他可能也買不到 但是對於超商的店員來說 他可能沒有辦法應付這麼大量的需求 還有人潮湧現 因此出現了非常多的抱怨 那麼對於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政府就推出了實名制1.0 實名制就是要確認說購買者 這個人可能已經購買過了 所以他不能再購買第二次 因此我們就選擇政府就選擇說 像是健保IC卡是每一個國民都有的 那這樣子的健保系統其實也能涵蓋到新住民 和一些擁有居留證的外國人士 所以因此就由負責委運系統的健保署 來負責開發系統 那食藥署則是負責通路部分 可能負責協調像是特約藥局還有衛生所 目前在藥局購買口罩的民眾大概有七成左右 那未來相信透過3.0持續的改造和優化 其實也會帶動像是1.0或者2.0的民眾 可能也會轉往3.0前進 那透過這樣的持續優化可能也會讓 像是比如說長輩或者是一些外籍人士更加方便的使用 數位科技其實讓促進了一些像是社交距離 或者是人潮分流這件事變得更加可行 也可以讓口罩可以進行一個更有效率的分配和配送 於是我們就來探討說像是對於一些通路 其中參與過程的通路而言 他們大概會帶來哪一些數位轉型上的需求 像是超商擁有了自己方便好用的APP系統 或者是像是事務機 這樣子可以交互再去研發出更多的商業模式 進而讓可能進入商店的人流轉換成金流 那透過這樣子的方... 尤其是近期可能安裝了健保卡的讀卡機 其實也是讓我們目前繳費的方式 繳稅的方式變得更加的多元而且便利 那麼對於像是超市而言 以全聯來說 全聯它也擁有自己一個非常好用的APP 透過可能過程之中開發了像是一些口罩專區 那其實也是增加了自己使用者的便利性和黏著度 接著是以比如說像是藥局來說 藥局擁有了非常穩定連線的健保系統 目前也是最多人使用的一個通路 那麼對於比如說2.0和3.0有效的 舒緩了一些藥局排隊的人潮 那接下來其實藥局也可以朝上開發一些自助的系統 增加一些民眾可能可以自助使用服務 來減低像是藥師的負擔 那對於藥師而言它其實也是空出了更多的心力 可以去跟顧客有更好的互動 那對於像是智慧販賣機的系統來說的話 它其實整合了存貨 也整合了電子支付和身份驗證這樣的系統 所以它當所有東西整合在一起 其實它也是一個非常便利的方式 所以未來其實也非常值得大力的進行推廣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假如說有任何想要更加深入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謝謝大家 字幕仔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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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留言